虽然首相宣称我国的通膨率是全东南亚最低的 但是在野的行动党主席林冠英却很批 林国的通膨虽然高 但是购买力却是我国的几倍 这种自曝其短的比较根本毫无意义 他就呼吁政府与其不断的推诿 全球经济疲弱掀起涨潮 不如想方设法成立物价稳定基金 并且加强令吉币值 同时解决劳工短缺问题 对症下药来摆脱困局 林冠英今天发文告指出 令吉贬值加上劳力不足 同样是催化通膨的因素 持续上升的进口和人工成本 已经使得我国的企业不敢再接新的订单 严重影响了经济成长 但是这些事实政府却避而不谈 他遗憾尽管行动党早就建议成立 斥资50亿令吉的物价稳定基金来救市 奈何政府一口拒绝 反倒将10亿令吉花在补贴鸡肉和鸡蛋 完全治标不治本 林冠英还表明 如果政府无法出台良策 来缓解物价飙升的情况 那么社会上所有的贫富阶层 将会一起成为通膨海啸的最大输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活动